蒙面唱将作为国内第一档唱猜节目 受到许多观众的青睐 不过因为参加的大都是我们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 所以任凭怎么伪装 极高辨识度的嗓音还是瞬间暴露身份 本期就来看看吧 凤凰传奇两人一起上场 光是在这人数上就吃了不少亏 而当菱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溢出 真是想猜不出身份都难 也正是这个舞台 节目被戏称为蒙面唱将猜什么猜 可不其然这位歌手一出场又是一道送分题 自出道起 吴清风慵懒而清澈的嗓音 就是乐坛独一份的存在 这不一开口就有网友吐槽 这头套又是白带了 那音的嗓音沙哑却不是清亮 还有着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 这不一开口台下立马笑成一片 这嗓音简直毫无悬念 看爱我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难一点 风来了 远就会少一点 你走了 作为酒浅一声唱法的掌门人 滕大爷一开口 这浓厚的草原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 无论是摇滚还是柔情 分分钟暴露身份 我看着你走到天边 挽着手 直到永远 我 连着那岁月 留下的路 消灵的草原味 消灰在无言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